我自己的政治啟蒙是2012年的反國教的 在反國之前其實我是對於中國人的一個身份認同 是不反感 也沒有好感的 但是在反國教的期間 發現原來香港人和中國人的身份是有些排他的 有一個底足 因為我們看到中國他們那套思想是不同的 他們是行集體主義的 也都是沒有思想自由的 總之你是中國人 你就一定是要愛國的了 就不會跟你說這麼多人權自由 總之你就是要愛國 你就是要去為一個國家奉獻自己的所有的 你是沒有其他選擇可言的 但是我第一個看見他 原來是建議的 說明使你不確定是在 لي 告示者兩者 任何人會在餌 當你和這位家人的人 Cafe的 在你和你的身部